好 马上来看到大家非常关心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又落到的510 过500之后就会再震荡 因为台积电的消息真的很多 那今天一定要好好问曲博 好 问一下曲博 从佩洛西来台之后 现在半途几节传出来 就是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要兴建第二座场 台积电可能要投入是3奈米制成 那么建厂可能两年之后 台积电这步骑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 然后的利弊如何分析 对 刚刚一开始就说 好像最近又有美国的这个州长 对 又来了 对 这当然代表台湾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来干嘛呢 台湾以后就是美国的政治人物 来作秀的场合 这个为什么一来之后呢 新闻马上起来知名度就大涨 所以那个时候佩洛西来之后 我就开玩笑跟朋友说 以后一定会有很多 因为连佩洛西都可以来了嘛 对啊 为什么不能来 对啊 来这边一下新闻吵起来 马上就出名了 那当然这也代表 这个台积电越来越重要没有错啦 那这个各位知道 美国有520亿元的半导体补助案 那其中这个390几亿是真的 直接补助这些晶圆厂 所以就是要补助在美国设厂 那未来10年还规定 它不可以到大陆或者俄罗斯 这些国家去增加产能 这是它的规定 不允许增加成熟制程 但是还是允许 不允许先进制程 但是还是允许成熟制程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对台积电来说 三星都是算利多啦 短期一定是利多 因为他们在美国建厂成本很高 所以有了这个补助之后呢 当然对他的这一个毛利 净利都会有帮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 这个对三星的影响 因为大家知道三星在大陆的投资 其实金额蛮大的 那以后就没有办法再投资先进制程 这个对他来说是个限制 那所以这个是 短空长多 短空长多 为什么 那这个三星主要是短期内呢 他没有办法去投资嘛 对 对但是长期而言呢 我觉得他可能可以把原来的这一些产能 放在他其实韩国或者是 其他地方的资源就对了 那对台积电英特尔三星 其实都算是利多 因为对台积电来说 刚刚说补助嘛 增加他的毛利净利 那再来就是对于这个英特尔 肯定是利多 因为这一笔钱大部分都是英特尔会拿走 嗯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全世界现在拼命砸钱盖金额厂 这个是事实 是 那这就意味着 你大概可以想象两三年以后 就是到处都有金额厂 对 那这个产能全部开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蛮可怕的 嗯 那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么大 嗯 所以我想最后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对整个半导地产业未必有利 主要就是因为过多的产能 那本来大家都说成熟自成 就是功过于求 对 今年就开始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那明后年肯定还会更明显 主要是因为这个大陆说要在2025年 70%的晶片要自制 更难了吧 现在禁令一波一波来 对 但是都不是针对成熟自成 哦 所以成熟自成会提早发酵 他们还是会拼命盖 那当然70%我认为做不到 但是50% maybe有机会 那不管是多少 他就还会自己做下去嘛 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本来是认为成熟自成会功过于求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是今天 那个是明后年的事情 因为晶片厂要盖好大概是2023 2024 所以那些产能开出来的时候 会比较明显 但是 你觉得先进自成也会发生 现在这样搞下去先进自成也很 什么时候会发生功过于求 我觉得那都是至少要一两年后 因为晶片厂盖 台积电的5奈米厂已经盖了半年多了 我们在等台积电三年后千里之外 一两年后就会发生了 怎么办 而且很多 我们台积电现在去 雅艺桑那盖的是5奈米的制成嘛 对不对 但是接下来马上3奈米也会过去 最近已经开始有新闻说 美国有要求3奈米也要过去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 是台积电已经做出来的东西才到美国设厂 所以为什么第一个去的是5奈米 是因为去年在谈这件事的时候 台积电唯一量产的是5奈米 3奈米还没出来 那等今年下半年台积电3奈米量产完之后 明后年 我想美国就会要求 其实应该是已经有要求了 就会要求他3奈米也要移过去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就是 台积电有什么样先进的制成 美国就要那个东西就对了 他不用旧的东西 OK好 所以本来是5奈米 现在可能就是3奈米了 对 所以他到美国去这个期 对我们来讲 是个威胁跟压力 但不得不 理论上当然全部留在台湾生产 成本也有优势 对台湾的整个供应面是好事 这对我们其实是比较好 但是这对美国不见得好 为什么 因为美国就是怕两岸有什么政治风险的时候 在美国要有这个晶圆厂 能够确保他的晶片供应无余 所以站在台湾产业的角度 当然去美国设厂对台湾未必有利 但是站在美国的立场 当然去美国设厂是对美国有利的 那站在台积电的立场是有利还不利呢 这个就很有趣了 一般台积电的创办人张董事长有讲 他觉得去美国生产成本是台湾的两倍 感觉是不利 但是如果大家倒过来想 两岸如果发生什么 这个进一步升高冲突的状况的时候 客户是不是会开始思考 要把部分的订单转到台积电美国厂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转单不是说你今天说要转就转过去了 因为IC设计公司画的设计图 他的最后一段实体设计是跟晶圆厂制程有关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本来是下载台积电的订单 我要转到三星或Intel 其实我的设计图是要修改的 不是直接转过去就好了 但是我如果今天是下载台积电的台湾厂 转到美国厂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的高层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 他应该也有在思考 或许这个美国厂将来是另外一种发展的壳 这个给大家参考 OK 好 所以这么多的一波波也是慢慢把台积电搬过去了 一部分 一部分把它搬过去 因为我觉得还是成本的问题 当今天客户说我担心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我要移到美国厂的时候 台积电一定说我的价格要比较贵 那你客户要自己考虑 所以如果这样子分析下来的话 三星制程的威胁可能一两年后会发生 那么三星这个对手 因为台积电预计是9月份开始做3奈米 然后现在传出来这个三星这个部分 4奈米要来追赶 要38亿美金第四季 就是要来扩增4奈米的产能 每个月要变成2万片 提升2万片 这个对台积电的威胁会有多大 我们还要担心三星吗 其实要 需要担心 这个是三星的制程路线图 然后存14奈米 10奈米 7奈米 他们的主要制程节点没有5奈米 所以5奈米 他们的5奈米是7奈米的延伸 那再来就是跳到3奈米 那4奈米也是5奈米的延伸 所以7654这些是同一个制程 所以我们讲同一个制程节点 通常指的就是它的修改比较有限 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Intel跟台积电比较 永远是在成本上吃亏 因为Intel的厂都是盖在美国 所以以技术来讲 其实Intel反而是 台积电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以成本来讲的话 三星才是台积电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为三星它的韩国厂 其实它的生产成本跟台湾是可以比的 那再来就是三星提前发布 它的这个所谓GAA环绕杂集的制程 它其实就急着要跟客户证明 它的制程是领先的 但实际上的状况是 它的3奈米GAA的制程 其实并没有比台积电3奈米 在各方面表现好 所以它主要是结构改了而已 那这个东西初期我有讲过 就是良率一定会是问题 所以它这么做是一个险期 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先做了 人家都往前做了 对那2奈米的时候 大家都要做这个GAA 所谓环绕杂集的时候 那到底谁会赢 这个就很难说 三星毕竟累积了两三年的经验 很难说 台积电4或2025年 听起来觉得很担心 台积现在一年多的安全期 接下来后面 2年我觉得 2025嘛 现在2020 现在2022嘛 我觉得至少两年到三年 最后决战在2奈米的时候 一个是已经量产了 三年两三年的经验 台积电是它还没有量产 但是它在研发也做得很前面 大家记得台积电的GAA的专利 其实是超越三星的 所以代表台积电也花了很多功夫 只是量产的经验不够 没有三星累积这么长时间 台积电会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一定也知道 知道 所以我说最后就是决战2奈米 简单的说三家公司决战2奈米 所以可能两年后会发生 在这一年后就会发生了一个大型的决战 所以我说到年轻变的 事情有两年后会发生了一个大型的决战